大家好,我是郭志瑞,我现在在纽约,今天是4月4号 美国一共有30万病例,纽约一共有11万病例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纽约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那很多粉丝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了 川普还经常和我们的纽约州吵架 I want the people in New York to check Governor Cuomo 那为什么疑问说需要屋子,但是川普说他们不需要? 为什么各个纽约州差不多是紧张关系? 那我带一个比喻,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可以帮大家了解 在中国,你们美国上的关系比较像一个家的兄弟姐妹 但是在美国,我们各个州的关系差不多是邻居关系 联邦政府差不多是武管 川普差不多是武管经理 在这个公寓里,美国家的事情是自己管自己 整个公寓的事情是武管管 对外的事情也是武管管 在美国疫情的问题,比较像公楼开始漏水 比如扭一些漏水,扭一抹武管 因为你们平时没有威护好房子,所以我家漏水了 但是武管说这是你家里漏水了 不是武管的问题,你自己花钱收 上面的邻居,有的会觉得对,我家也漏水了 这是武管的问题 有的会觉得这是你们牛业自己的问题 我家怎么没流水 也有的会觉得你们两个都没有问题 这是外面鲨鱼的问题 如果不鲨鱼,就不会漏水 所以我们一直吵着,一直吵着 要吵很久才可以知道我们最后应该做什么 第一,国家有问题的时候,总统的支持率都会上升 比如9-11的时候,Bush的支持率上升了40% 第二,很多没有疫情的时候觉得这个疫情就是牛业的问题 和他们没有关系 就像邻居觉得你家里漏水,和他们没有关系一样 第三,还有人觉得美国爆发疫情和川普没有关系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在美国爆发了 不知道和川普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川普的支持率会上升 最近我们有一个新闻说 Georgia Governor Brian Kemp is being ridiculed widely because just yesterday, after weeks of wall-to-wall media coverage of the coronavirus he claimed he just learned that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can still spread the virus 为什么这个酒的州长现在才知道 他家里是不是断网 为什么CDC没有告诉他 即使CDC很早 州在网站说了 没有 symptoms可以传染 有一点像 巫管 在电梯门口贴了一个稿 说大家注意我们工业最新有一个落水的问题 但是州长一直没有看这个稿 所以他不说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误管 他应该很久以前就告诉美甲人说 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 现在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的误管经理川普一直不忠实这个病毒 所以他不管 所以疫情越来越严重 比如戴口罩 我们CDC和专家一直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他们现在盖了 他们现在说 有可能大家还是需要戴口罩 川普建议大家用那个威镜口罩 比如CDC先说中国的K95的口罩 可以用 然后FDA说不可以用 然后FDA右手可以用 比如之前视频里派那个会战中心议员 先说给新冠病毒的人 后来说不给新冠病毒的人 这几天右手还是给新冠病毒的人 在美国 每个部门一般自己说自己的 他们一般不会先想念好一个说法 然后同意告诉大家 但是现在疫情是要大家合作 如果我们有好的总统 他可以让每个部门合作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好的总统 所以你可以经常听到很多会上矛盾的话 所以大家看美国新闻要想一想 这个是他们随便说说 还是他们真的会做 所以还是不看他们说他们要做什么 而是看他们已经在做什么 总统来说 为什么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只要是第一 我们的发令太慢 而且到现在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比如健身和隔离 第二 我们的总统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第三 我们每个就自己管自己 没有很多好的合作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这个问题怎么拒绝 好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